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不是玩笑 哪能说结就结 说散就散 何况肚子里的胎儿已经可以看到手脚了 贸然打掉不是等于谋杀一条小生命吗 可高然很坚决 他宁可把婚前买的房子分塌一半 也要迅速结束这段婚姻 没过多久 文语终于搞明白了 原来是男人的白月光初恋回来了 听说初恋当初被父母强迫嫁给另一个人 高然难过的差点跳河 好不容易走出情商 他跟吴玉恋爱一年 两人才走向婚姻殿堂 哪知初恋前夫家暴 他脱了层皮 终于把婚给离了 高然心疼白月光经历的一切噩梦 他迫不及待的想给他安稳的家 无奈之下 只好牺牲老婆 旧情复燃的力量真伟大 他让吴玉自行把孩子处理掉 话说到这份上 这段感情有啥值得留恋的 可天不遂人愿 医生说 吴玉身体不适合流产 否则再运的机会渺茫 为了所谓的真爱 高然做尽恶心事 他扬言 初恋不希望自己跟吴玉有过多纠葛 孩子生下来他也不会认得 吴玉很想霸占着原配的名头 让狗男女一辈子活在世俗斥责的目光里 不过 转念一想 跟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男人强行捆绑 天天吵架 有什么幸福可言 高然一口咬定 绝对不会付抚养费 因为孩子不是他要生的 吴玉想想卡里的数字可以撑几年 反正父母在几年前过世了 就把宝宝留下 余生一起做个伴吧 吴玉抹干眼泪 硬气的签了离婚协议 在初恋哀怨的目光下 他要走价值一半房子的钱 收拾行李 回到父母留下的老房子 房子正住着一个叫周杭的人 他在楼下有个卖水果的铺面 突然中断租约 吴玉内心有几分愧疚 杭哥 真的非常抱歉 如果不是我大着肚子 一时半会儿 没法找到合适的地方 也不会让你临机临忙搬走 周杭在楼下做水果生意 有五六年了 以前他跟吴玉爸妈挺熟 后来听说房子空了 也是他主动找到吴玉 他为人爽朗 看着吴玉汗水沉沉 指挥搬家公司的人进进出出 大气的表示理解 妹子 以后有困难 记得告诉哥 周杭大手一挥 搬到水果店的小隔间 打算将就着先住一段时间 他见吴玉孤身一人进进出出 诸事不变 多次自告奋勇地帮忙修水管 换灯泡 回回吴玉路过店面 周杭都硬塞来一袋 特别浅的水果 让他怪不好意思的 周杭笑得憨厚 没事 你妈以前很关照我的 她知道我喜欢吃饺子 每次做了都分我一大盘 哎哟 那个回香饺子的味道 可真对胃口 吴玉手脚勤快 跟妈妈学了一手做面食的好功夫 只不过高然不喜欢 线下有了赏识的人 她闲来无事开始折腾 弄好了也往楼下送一份 有来有往 两人熟练得很快 时间一晃而过 吴玉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高然很绝情 她真的一次都没有来看过她 甚至还打电话 做吴玉的思想工作 叫她不要伤孩子 吴玉被她搞得心如死灰 心想人都怀孕了 男人还能这样对待自己 她这辈子再也不要结婚了 守着孩子好好过就行 眼看着即将临盆 很多事情得做好准备 吴玉爸妈是外来户 亲戚多半在老家 想找个靠谱的人来帮衬 都挺难 她只好提前找月嫂 在网上 研究准妈妈都是怎么做的 哪曾想 周航看起来比她更紧张 她跟前来买水果的大妈唠嗑 详细追问孩子生下来 前后要做的准备 写了后后一打笔记 周航有点不好意思 说自己读书不多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为了去磨过来人给经验 她送出去不少好果子 吴玉看着自制版的 玉妈妈详细说明 以及一个塞的满满当当的 备产包 忍不住笑了 她心下一阵感动 航哥 你这么细致贴心 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 周航削着苹果 麻溜切成小方块 再用牙签插上 递给吴玉 我这辈子 大概切了点父母子女缘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气氛骤然沉默 吴玉听说 周航以前谈过一个 女方是外地的 仗着怀孕作妖 硬要管她手里的钱 哪知后来才知道 她那是假孕行骗 将周航攒了好久的买房钱 都被她骗走 追也追不回来 吴玉忍不住问 航哥 你愿不愿那女的 周航苦笑 劝也没用 我掏出一颗心对别人 也不能指望 一定得到回应 想想也是 吴玉当初嫁给高燃 何尝不是奔着一辈子去的 但人心隔肚皮 根本分不清 对方是人是鬼 许多时候 得看命述 失热绵长的雨季到来 吴玉要发动了 周航把店铺交给伙计看顾 亲自陪同她到医院 或许宝宝知道妈妈的不意 只花了小半千功夫 就咕咕坠地 抱着墙宝里 眉眼可爱的儿子 吴玉觉得 再多的痛苦 都在此刻抵消 叶嫂出来乍到 不太清楚 她跟周航的关系 趁男人不在 叶嫂满嘴夸赞 那下 你不知道 宝宝爸爸多紧张 他在产房门口 一直躲步 见到护士 就逮着问情况 后背 紧张得全湿透了 吴玉怪不好意思的 解释 那个不是孩子爸爸 月嫂黑黑一乐 我以前 在镇上当过媒婆 就她那紧张的样子 早晚问题 这下 轮到吴玉发愣了 她以前 没敢往这方向上想 不过 周航的关怀 好像超出了房东和租客的关系 她叮嘱吴玉 每天到小区去散步 别把胎儿弄得太大 学着变花样 熬产妇 适合喝的汤 一天打好几个电话 提醒她测胎心 命后期 准妈妈 昏昏欲睡的 很多细节 无暇顾忌 只想着 孩子生下来后 再慢慢报答她 当局者迷 也许有些事 得经过外人点拨 才可以 把心 看得更清楚 天放晴时 吴玉的儿子小皮球 满百日了 周航 特意送来 一块长命金锁 亲自给宝宝戴上 软弱的小手 呼得 抓住粗糙 指头不放 吴玉觉得 金锁 太贵重了 说什么都不肯收 不知为何 周航的眼睛 湿润了 前世小事 你跟宝宝安然无恙 才是最重要的 撂下话 她进厨房 熟练的 在灶上 熬一锅 美味的鸡汤 趁着热乎劲 让吴玉喝下去 叶嫂不动声色 观察着房内的气氛流动 临走前 跟吴玉说 这汉子 嘴巴笨 不会表达自己 不过 我瞧得出来 她是个能过日子的人 旁观者瞧得真切 当事人更加能深刻体会 但吴玉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走出来 身边带着娃 何必脱累好人呢 周航也没把窗户只捅破 只一心对娘俩好 小皮球眼见一天天长大了 周航买了小衣小鞋 还有一堆能发出叮叮叮叮哒响的玩具 没事抱到店里哄着 看着不大的儿子在周航怀里笑得嘎嘎嘎 无意心里是感激的 孩子是春筋兽 睁眼闭眼都得花钱 亲生父亲连根毛都不肯给 当亲妈妈不能坐吃山空 离婚后为了方便照顾孩子 他在网上找了兼职 抓紧时间争取柴米油盐 那晚越来人静 无意睡得迷迷糊糊 听见有人在外头拼命拍门 他开灯 只见黑烟从门缝往里冒 枪人的烟气弄得嗓子眼拼命咳嗽 门打开后 周航一边咳嗽 一边冲到房间抱走孩子 隔壁餐饮店着火了 浓雾蔓延得很快 赶紧跟我走 大半夜的 邻居们陆陆续续逃到楼下空地 等消防员把火灭掉 惊魂未定的吴玉 才发现 尖头多了一件厚实的男女外套 帮忙救火的周航回来了 满脸沾上黑灰 背后闪烁着行僵破灭的灵星火光 那一瞬间 吴玉仿佛看到了电影剧情里 踏着五彩祥云的英雄降临 目光交汇之时 彼此都有种劫后余生的唏嘘 与感动 一场火烧掉了两人间的最后隔离带 无欲再难压抑心中的感情 决定试探一二 大火发生那晚 你为什么不顾危险 跑上来救我们母子 周航挠挠头 当时没想太多 怕你们出事 我肯定懊悔一辈子 一路走过来 遇到个能知冷知热的人 也不容易 关键时刻 最能看清楚一个人的心 有了过命的生死交情 有什么理由 不去珍惜活着时的大好春光 表明新季后 周航把自己的心事 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出生时 他因为个头太大 害得妈妈难缠死了 小小婴儿根本不知道 世上有母亲这种生物 但哥哥和姐姐恨死他了 连负责赚钱养家的爸爸 也嫌他不吉利 一出生就克死自己老婆 很长的一段时间 周航活得像任人揉捏的面团 内向自卑 生无可恋 初中毕业 爸爸不打算让他毒下去了 兄弟姐妹更是不愿 让他这个累赘待在眼前 逼他早早离开老家 为了生存下去 周航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终于攒下一笔钱开水果店 遇到前任时 他以为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没想到被人弄到陷阱里 当周航把短暂困苦的前半生全数告知时 文宇是震惊的 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够悲剧了 没想到 世上最比不得惨的东西 不是财富 而是厄运 周航轻轻拍了拍 在床上翻身的小皮球 压低声音道 得知你是个单亲妈妈的那一刻 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尽管我没见过她 但从哥哥姐姐嘴里知道 她是个勤快善良的女人 我看你艰难挺着肚子 一个人买菜做饭 忍不住幻想 我妈当年怀着我的样子 故此 她心中生出不忍 打算用更多力量帮助无欲 只是猝不及防 沦陷了 两个吃过苦头的人走到一起 让日子奇迹般熬出了糖分 周航搬回了吴玉的房子 只不过这次不是以租客身份 街坊邻你来喝喜酒 打趣周老板 肯定喜欢了女房东很久 不然怎么逮住谁 都问月儿经 吴玉抱着儿子 看着不停被人灌酒的周航 内心蹦出一串闪烁的烟花 喝得眼眶泛红的周航 笑得有点像熊二 看起来憨憨傻傻的 快乐的时光 总是消耗得很快 一眨眼 小皮球上幼儿园了 吴玉在附近 找到合适的新工作 日常接送 由周航负责 那天 幼儿园门口 来了个形容憔悴的男人 自称是小皮球亲爸 老师警惕心很强 坚决不让高然 把人接走 等吴玉接了电话 赶到时 看见周航和高然 扭打在一块 高然后悔莫及 说白月光不能生了 才被前夫打出门 这白脸骗得他好惨 还死皮赖脸 不肯离婚 除非 他像对吴玉那样 分他一半房子的钱 吴玉吃笑道 那你 也可以昏昧出轨 找别人生涯 这不是你擅长的把戏吗 高然的脸 一阵青 一阵红 面如这 自暴患上若惊症 这辈子 想要孩子 很难了 见证 渣男狗女落魄 这大概 是老天爷 睁眼最快的一次了吧 无欲有种手的 云开 见月明的感觉 他看着高然冷笑 别忘了 当初要弄死孩子的是你 熟悉 孩子没花你一毛抚养费长大 就别来碰钱亲情了 看到牛高马大的周航准备揍人 高然落荒而逃 回家路上 周航紧紧抱着小皮球 生怕哪里窜出疯子 来跟他抢儿子 吴玉笑得欣慰 眼前这个男人 见证了他最落魄的年岁 亲手帮忙把小皮球 带到这个世上 这种不是亲生 却胜死亲生的感情 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 路过水果店 周航说 心到了吴玉爱吃的山楂 抓一袋回家 晚上刀聚时吃 吴玉的脚步停了下来 搂住他的胳膊 再喜欢 也只能等明年再吃了 见周航 满脸写着不屑 他凑到他耳边 轻声说 我怀孕了 那一瞬间 天光好像突然大亮 周航眼里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紧紧把娘俩 搂入怀里 把小皮球哄睡后 夫妻挨在床头夜化 见周航嘴角的弧度 快敲到天上 吴玉脸上的表情 微微收紧 周航似乎能读懂 他内心的想法 别怕 就算我们的孩子出生 我也一样把小皮球 当亲生儿子看待 他知道 这个表里如意的男人 肯定能说到做到 夜里微凉 困意如同窗外蒙炉的月光 爬了上来 迷迷糊糊间 吴玉感觉到 有一双温暖的大手 扶上小腹 低语泥南 随之落入耳畔 妈 我要当爸爸了 如果你还活着 会怨我吗 吴玉轻轻睁开双眼 把周航流流的脸捧在手心 老公 作为一个母亲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哪个妈妈 是舍得放弃自己孩子的 哪怕 赌上自己的性命 永远不要去自责 相信 婆婆最大的心愿 肯定是看着你快乐健康的活一辈子 大男人脆弱的心 得到了很好的抚慰 两人相拥而眠 不分彼此 从前肩头扛过的坎坷命运 都在这一刻得到释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O O O